我们是感受到风的强硬 但是说有风啊 阴雨一来就比较的阴冷 可是太阳一出 你就感觉温度又很高了 所以是说什么样的装束 都要背一下 我们这出行 不管是明天国家公园也好 明天出海也好 大家所有保暖的衣服 防风的东西都背着 所以带在车上去国家公园 明天中午回酒店之后 再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出海的时候 还是要背着带到船上去 所以是说 随时准备衣物的增减 这样来我们就 跟着它的天气变化来增减衣物 不过这个是火地岛世界 最难得的城市 因为没有先前 他们还是 没有出两个国家总统 所以他们的路况 修得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而且冰川国家公园那么好 所以在国家公园里边 还是泥土路的 现在才开始修机场这一段 和市区的路 所以我们这边路况是相当的拥挤的 而且明天有豪华邮轮到达 那我们早上可能公园里面 两个大巴车遇到 还要有的一个大巴车 给另一个大巴车让道 这样子来 所以这个就是不像在这个冰川国家公园里面的路况 那么长通 而且到了世界最南端 在这个 三号国家公路在这个 布伊诺赛里是宽敞的十八车道 到这个国家公园那边 那只有两车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到了 那些公路最南端 那边是很窄的 好 左手边 乌斯拉雅 这里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 世界最南端的城市 好 OK 那从1896年开始呢 火地岛是作为国家监狱的 所以是说犯人呢 送到这个火地岛 这个重刑犯的 政治犯的 送到火地岛来劳改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要进到国家公园里边呢 那都是犯人派到原始大森林里边去伐木 所以我们进到国家公园呢 都不是这个原始的大森林了 已经犯人呢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砍伐 把原始大森林破坏殆尽 剩下了很多这个被刊法岛的古术的木桩 在控诉这段历史了 那我们这个 到了1947年 由于呢 火地岛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以前呢 巴拿马运河没有建成的时候呢 你要大西洋过太平洋 必须要经过火地岛这边 不是走北面的这个麦哲伦海峡 就是走火地岛的南边 我们现在在南边 就是走南边的比格尔海峡 它过大西洋太平洋 那所以由于火地岛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所以1947年呢 这里就建了国家海军基地 那当年还是贝隆夫人到这里来 给国家海军基地剪彩的 那这样呢 就是说监狱就停期使用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这里呢 到1970年代的时候 1971年的时候 开始作为火地岛 作为自由贸易和免税港 免税港口呢 可以免税工业 那所有这个就是说 在这里工业就是免税的 所以他们呢 就发展工业 设组装厂等等的 而且呢 火地岛也有石油和天然气 那他们这里呢 就开始发展这个工业了 那到这里来就业打工的人呢 就蜂拥而至了 那我们右手边呢 一排排比较整齐的 有白边的这种红房子 这都是海军的军营 这里有阿根廷的国旗 十字架旁边呢 有个对称的图形 那个就是马尔纳斯群岛的这个地图 那按理论上来讲 阿根廷方面是说 火地岛的省府 因为火地岛呢 是一分为二的 一半是治理的 一半是阿根廷的 那理论上说呢 阿根廷火地岛省呢 是不仅管辖火地岛 这一半阿根廷这边的面积 还要管辖从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 那所以南太平洋群 南太大西洋群岛 南大西洋群岛呢 就是说马尔维纳斯群岛 也是属于阿根廷的 其实呢 至今它还是被英国人占领 英国叫福克兰群岛 那还包括从这里滑到南极点 南极的那个大三角 它都属于是属于阿根廷的 那这样呢 一化呢 有100多万平方公里 都是属于阿根廷的了 但是其实呢 这个是南极的大三角 联合国 也不承认属于任何的国家 那我们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 还是被英国人占领 所以这个火地岛的省府呢 只管辖火地岛一半 这个面积而已 是阿根廷面积最小的一个省 那我们看这个 左手边的红色的房子呢 红色的房子 那就是 对 那边之前是第一个进驻到这个火地岛的欧洲家族 乒乓家族的注射 现在是人文纪念馆 白色的是最早在这里的这个火地岛的这个墓地 那现在已经饱和状态了 也都像贵族公墓一样 它是已经饱和状态了 那我们在这边前面呢 燕子形的这个建筑 到晚上呢 它会亮起灯光 那个呢 就是世界最南端的casino赌场了 那这个赌场门口呢 也是有这个阿根廷的国旗 这个石碑呢 对称的岛屿的图形 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图形 这里有战争时期的照片 所以这个是马岛纪念公园 不是纪念我的 是纪念马尔维纳斯群岛的 那我们这边呢 看这个左前方 有这个十字架 带钟表的建筑呢 这个是世界最南端的教堂 世界最南端的教堂 乌斯华亚海湾呢 也是一个天然的两岗 所以它一岗多用 那一岗多用呢 有渔船 那这个就是捕捞帝王蟹 黑鲜鱼和蛋 那个就是贝壳类的蛋菜啦 和这个各种的贝壳类的 所以这里的水鸟 也特别的丰富 我们的酒店呢 就是以新天翁这种牌鸟 来命名的新天翁酒店 那这里呢 也有这个 所有的这个货运船 货运船也在这里码头 因为火力岛呢 很多的物资 都是用货运过来的 货船过来的 货船过来的呢 包括这里的大超市呢 都是要用这个 船货运物资到这里 这里的工厂也要 货运物资到这里 所以集装箱都在这里码头这里 那豪华邮轮 世界最大的豪华邮轮 那也到这里来停靠 那每年的夏季呢 就是当地的11月到3月底 都是去南港 南极科考和旅游的最后补给站 那包括前面呢 我们还有军港的码头 所以一港多用 在这里呢 就是都是在这个 乌斯瓦亚海湾 停靠这个船 它是一个最大的海关 那明天呢 我们去这个国家公园里面 还有几个小的海湾 所以那几个小的海湾呢 也有这个 就不同的风格了 那靠着码头的这条街呢 其实我们的酒店呢 就靠着码头对面 那在这条呢 现在我们看一看 这个就是主要的商业街 也是叫做 这个圣马丁大街 主要的商业店铺行政设施 都是在这条街上 右手边世界最南端的教堂 那在这里呢 谁要是那个 可以举办世界最南端的婚礼 这个就是牧师 可以在这里给你 世界最南端的婚礼 去办一下 那在这个 这个整个这条街上 就基本上这一公里长呢 是最繁华的地端了 当地呢也是 你看这个 阿巴厚甜饼的这个牌子 那也有 那这里都是焦糖牛奶 对 就是也是一个 那你在机场也看到吗 它跟卡巴那的价格是一样的 左手边这个牌子呢 大家都喜欢照 有很多到哪里哪里 是多少的这个 多少公里到什么城市 大家都喜欢照 左手边的那刚刚那个牌子 所以都很多 问我 那个牌子在哪里 刚刚就是左手边有经过 那当地呢 有很多这个体育用品 这个户外装的店 那因为是说 这里天气变换比较多 而且去南极 最后呢 你可能在这里补一下户外装 他们都是这里户外用品的 这个店比较多一些 所以比这个城市呢 要比那个 卡拉发地那个城市 人口要多 因为呢 这里既是这个 世界最南枕的城市 阿根廷斯大利欧城市之一 而且呢 它还是免税工业区 又有工业 又有渔业 而且还是省府 那所以呢 这边呢 整个火地岛 一半的人口 都是在这边 那6.5万人口 12万多人口呢 6.5万都在乌斯怀亚 那那个卡拉发特呢 只有2万多一点点 那我们看看 右手边的这个小建筑呢 就是乌斯怀亚市政府所在地 市政府 那个绿色的 那个有灰质的 那个是市政府 660号是市政府 大家都以为我骗他们 怎么这么小的地方 那是市政府 那我们住的是在省政府旁边 火地岛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卡丝 这里呢 就是 乌斯怀亚这个城市纪念的 但是这里没有 星巴克 没有星巴克 可以纪念 只有肉卡丝 这个的纪念 那当地的巧克力店 左手边 这里都是当地的巧克力店 这边呢 就是火地岛的这个省府 所在地 左手边 那这个就是火地岛的省齐 省政府所在地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酒店 新天文酒店 所以我们是在省政府旁边 那660号的那个是市政府 比较害羞